主席好 我要請部長 余部長 委員好 部長早 我們今天召委主席說我是犯罪學專家不敢講 不過這個議題我真的關心了很久 部長有沒有看過有一部電影叫做《致命的吸引力》 有啊 看過了 很早的老電影 非常老的電影 包括20年以上 30年了 但是你看那個電影所描寫的狀況就是我們今天所談的這個太陽 所以糾纏騷擾 我先說明一下其實我個人過去我在參與這個法案的制定 我是比較習慣用糾纏騷擾或殘擾法 這個問題其實殘擾糾纏台灣的不管是婦女或是男性也很久了 因為在2000年日本在修訂這個殘擾行為防治法的時候 我們在台北縣淡水有一個叫做王洪偉的附加子 他第一次談戀愛追了一個女生 我記得那位小姐姓張 女生不喜歡他 王洪偉天天追天天跟開著賓士車 他就把他追了他之後 他還是拒絕了 他就當場把他撞昏 然後拿開山刀狂砍他 176刀致死 這個就是殘擾的本質 沒有像我們想的輕描淡寫的 他最後就是暴力 我們看到我剛剛說不只是女性 我們金曲歌王蕭敬騰 曾經有過一個狂粉 大家都知道有一個日本級的狂粉 天天給他包雞湯 一直千萬就是捧他 可是蕭敬騰受不了他每天都會出現在他們家門口 按電鈴送雞湯 拜託他不要再來煩我了 所以他找了黑道去給他潑糞 一樣 這個都是殘擾 所以警政署說每一年大概八千件 這個根本就是一種非常嚴重的暴力行為 我們實在是不能夠用防疫或其他的原因說 現在不能夠用 其實大概不管學界或是婦女團體在談這個議題的時候 前面幾個委員也都提過了 我們其實定義上是跟一般的家暴性騷都有區別的 他一定是有意圖而且會重複發生 我們台灣人就是鼓鼓鼎 說不算那種 然後讓人家人家已經告訴你說你不要再來 像張小姐告訴王宏偉說我不喜歡你 雖然你很有錢我不喜歡 然後開始害怕了 所以這樣子的行為我們作為警察 難道不應該提供保護嗎 就像剛剛審法會委員在問的 我們現在還不立法 那這些被害者要向誰來求助 我們警察不會不提供保護 委員你知道我們警察很辛苦都會 一定會 是 都會 不過 本期很難過的是 我們很辛苦的 其實警察準備了很久 但是我必須要講 好像衛福部覺得這都是警察的事 在這裡面 我在司法法治委員會也提過 在很多被害人 尤其富有的保護工作上 絕大多數的工作都是我們警察在做 可是所有的資源 絕大多數的資源都掌控在衛福部的手裡 我覺得這個問題就是 部長你就要拿警察來做主 什麼該 該 衛福部出的 衛福部要出 比如說我們剛剛在講精神病態的 怎麼會叫警察來判斷 也就是說 從去年4月 我們決定這個撤回之後 這一年來 請問衛福部做了些什麼 這個 我是衛福部 所以我 我就 請衛福部 他們請衛福部 今天來說 財務司長 財務司長 兩個委員會聯席會議的話 仍然 到 可能到小英總統 這個下一個任題結束之後 我們還是不會完成的 但這問題確實是很嚴重 剛剛 我已經介紹過了 大家都知道 對於台灣有很多很多的被害人 深以為苦 那我們也看到了其實在 這是日本 日本的 他們的做法 為什麼要警察即時的介入 其實很多的婦女團體也提了 你一定要讓警察有一個法 可以 即時的介入 即時的制止 至少讓當事人可以冷靜一下 後續如果繼續勾勾滴 就是 要進入了犯罪偵查的程序 部長剛剛提了說 在前端應該要有調查權 本席絕對支持 要給警察應有的工具 跟應有的權利 以及應有的資源 所以我們看到 日本從2000年到現在 其實他們 這個月才剛剛公布的 他們大概受理的 受理的這個案子 一年是2萬件 警察核發警告令的是 一年大概2000多件 禁止令一年1300多件 但是他們特別提到了一點 我覺得是讓我覺得很吸引的是 有八成以上的暴力行為 都因為警察的介入被制止的 那我們呢 我們還在討論 衛福部說 這好像沒有找我們討論 所以在這部分 我覺得我們 應該要誠實的來面對 我們要誠實的來面對這些問題 部長您剛剛在報告裡面所提的 其實我都同意 我都支持 我也覺得 我們中華民國的警察 從1995年 兒少那時候叫性交易防治條例 現在性剝削防治條例開始 我們慢慢摸索的 我們保護富幼的 我覺得我們這個專業素養是夠的 但是我說實在的 台灣就是我們政府的資源的那種 責任跟權力的措置 責任很多 但是資源來得很少了 很多 部長您剛剛提的 不管三治處所等等的 都是希望我們在部計 會議之中要解決 因此本席 其實我有最後幾個呼籲 無論如何 一定要提出官方版本 對 一定 那不管是 本黨希望是三個月 或者是剛剛 曾委員講了六個月 一定要提出來 一定要通過 會提出來 然後我覺得日出 你不能夠只想說 這個修訂之後兩年 因為我們已經等了很多年了 已經 你要從送案的第一天開始算的話 已經有多少年了 那第三點 所以我覺得要有日出 但是我建議是 不要讓婦女團體覺得 我們連最後正義理路 都要如此的 都要如此的 設下路障 那麼第三個 第三點 我也要請部長 刑事局 警政署一起去思考 其實現在的 這個時機是好的 部長知道 我們在市自760之後 我們有很多警察 我知道 尋關的問題 對 資深的尋關 我也在尋求解決 看能不能擴大一點 我也在尋求 但是 你有知道 這個還有一個堅持 就有 全序部 考試院 這有時候不是我們行政院 能解決 這要院計協調 對 沒錯 那這個新的法律 剛好是一個契機 因為我們還可以把 司法改革 國事會議裡面所提的 犯罪被害人保護 一起放進來 將來把 附幼隊 少年隊 就有這偵查 調查能力的 就有保護能力 諮詢能力的 業務 這些全部放進來 然後擴大編制 成立 保護大隊 這樣才有辦法 才能夠 不是這種 像現在 補丁式的 這個巨見法 那個 聽到什麼問題 臨時去回應的 那更希望 衛福部 能夠支持 要去想想看 在這個法的 這個 落實上面 衛福部 可以做些什麼 而不是說 這個就交給警察來做 以上 謝謝 我們大家一起來努力 謝謝 謝謝我們業委員